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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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伯父 那些书信我可否悄悄放回去 没得花在怀疑 好 长军 是 原样奉还 一张都没收 你是怎么做到的 既然这些信无关厉害 那么除了太后跟老夫人 她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我请示了一下就拿回来了 你 你是在生气吗 上一次你同我生气 是知道我是少爷哥哥那次 每次你生气都是不说话的吗 反正你是七秀斯的探子 你关我生不生气 我还希望冬家早日消气 好期继续给我发月钱呢 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也要笨 你笨 你是得罪了七秀斯的上司吗 为什么被派来花家做这份产事 既没有油水也没有功劳 我是自愿来的 因为少爷 还有你 那你就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钱的话 我也可以养少爷啊 我也可以养 可以养我 花质 我不是为了钱 可我必须留在七秀斯的 那你是为了什么 我什么不能说的理由 因为我孝敏的那个人 对我恩情深重 也是待我最亲的人 那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你是要走吗 还是可以继续留下 你想让我继续留下来吗 其实这次我来 还要查一件林文府的旧案 有一年上元节 花宫去府里辞行 零王妃哄事了 身边跟着个小树桶 你可知道那小树桶的下落 祖父身边从来都没有什么小树桶啊 那时你还小 不记得也是战场的 刚在祖父身边的一直是我吧 是你 那一年 那一年是我跟着祖父去的林王府辞行 正巧碰上府里大伙 既然是你 他找不离皮掉衣裳上了 我是跟着花玉石来的 玉石凤子要离京 我也要走了 怎么了 前晚有个嬷嬷去过王妃那儿 然后把你领了出来 你可记得她长什么样子 这里离花园很近 你来得及赏烟花 陈嬷嬷 你认得路 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 是 娘娘 那晚是见了一个魔末 但是太多年了 我不太记得她的样子了 她的模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若是想起什么 我一定告诉你 你若是要离开 也一定要提前通我说 你还信任我吗 还想让我继续留下 那护院的事情 孩子们的课怎么办 可我是七旧司的人 你们不怕我 没有什么好怕的 要是监视花家的是别人 还不一定有你家 我去把心还给祖母 花纸 谢谢你 你敢敢骗我 我明明叫你走远些 我的确走开了呀 这里已经够远了 我伸长了胳膊 想跟你擦眼泪也过不着 我伸长了 我想来看看她 可我不敢 小哥哥不要紧 我陪你一起过去 你 不怕吗 我胆子很大的 使劲 娘 娘 娘 你问锦哥干吗 不是说了一排两散吗 好兄弟哪有隔夜仇嘛 就是啊 打架的时候不说是好兄弟 杨内这话说的 平日里也就咱们几个私困在一处 除了我们 也没人陪你玩的不是 是啊 杨内 你也叫人打了 我才就花家干的 这不行 这不得去德性楼 整身二斤花雕来压压经 听说新来了屠火罗的五月班子 走吧 沈杨内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不得了了杨内 你被这小池子缠上了 不 咱们压压演的那出英雄就美呀 不是英雄就美 是英雄就傻妞 还好心灭好多人打你的 你怎么又和这些换人一起玩 你脸上伤怎么又多了 要你管啊 赶紧走 可是花姐姐说 算了 这给你 我走了 杨内 还送你桃子呢 把你当猴吧 你怎么把你当下的 了 没有 不要 你肯定了 你肯定了 是啊 我 我 我 是 你肯定了 你们找谁啊 你谁啊 你用谁啊 我文化家的 文化家的 文化家 文化家 你们 你们怎么受伤了 这火烧的吧 对 你看看 我们要见花大小姐 让她给我滚出来 对 我来出事 你说怎么那么难的 我不帮你们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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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来 你不要走 姑娘 不好了 外头十几个人 等着说要见你 先别惊动组组盘盘 咱们去看了 你要不要多叫几个人呀 走 各位放开他 放开他 别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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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冷静一下 我是花家的当家 大家有什么事情同我说 他们受伤了 她是当家的 她是当家的 你即使当家人 去把欠材的十几个钱都拖出来 对 花家从不拖钱工钱 请问大家是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工 别提他小便 黑心强的就是向赖掌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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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去吧 你们先回 赶紧回去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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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他 还找上门的 就是啊 实在是 对啊 对啊 你们是萧石作坊的工人 正是 正是 花家向来是当日供钱 当日结算 怎么会拖到今日 我先向你们赔个不是 花季向来以诚信为本 绝不会自毁口碑 请大家相信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今日一定查出个原委 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们要钱 对对对 那今日 那我们 我们就信花姑娘一回 是 怎么会没结工钱 上个月已经在账上 支出这笔钱了 还是夏明亲自送过去的 夏明是谁 夫人 夫人 他跑了 夏明他跑了 账上的钱全都没了 夏明是谁 我 他都要去 我 咱们先想想办法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是我犯了大错 我想着 多个人多一份助力 没想到我 我找来了拆朗了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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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诸位 是家中出了内贼 上个月消失工坊 一共是十四位工人 每人三千两百钱 总共是四万四千八百钱 你算算是这个数吧 对对对 算是这个数 这些钱都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拿去数一数 没来的兄弟请为代理 看看 终于拿到工钱了 这回回家可算有个交代了 仔细看看 别耍了 另外这里还有一千五百钱 五百钱是给大家的利息 请大家喝杯酒 剩下的一千钱是给大家的医药费 我家里也有一位女医师 医术很高明 若是愿意免费看诊 这真的 你免费看诊吗 这真好看 免费点 这真好看 这真好看 太好了 这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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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监管不重 我对不起大家 多谢大家人 谢谢大家人 日后 若是有肉则那种地方 尽管开口 咱们要尽心尽力啊 谢谢大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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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тов家人 还有 一些 anál血 不是 买销石矿做什么 我本来租了一个工坊滞销 想等天气热了以后 制仙兵做冰镇果子 但我这几日实在是太忙了 没顾得上 就出了这样的事 销石一人 作坊里千万要小心 我会叫迎川他们多叮嘱些的 但这些工人歧视眼泪 你看这大热天的 身上跟结了霜一样 结果我现在看到 在那漆黑的砖瓦上 结了一层白霜 又是娘奶的远火不散 才显灵啊 消失 消失怎么了 那场火灾如此暴烈 是因为消失 所以下过雨后 废墟里才会留下 白霜似的痕迹 你去哪儿 回来我帮你解释 回来我帮你解释 刀儿 你找我 查个事情 凌王府下面有许多庄子 我记得其中一家擅制花灯 而且山上盛产消失 每年王府的烟花 爆竹 鸡花灯 都是他们进宫的 我这儿就去吧 这十几年来 在林王府做个工的嬷嬷 翻来覆去的茶烂 我却没想到 上元杰 会出现在府里的 不光王府的怒弊 还有庄子上送礼的人 又没天交租 今年的租资要交不上的话 这也别中了 把秦老娘的账给还了 带着你家孩子老婆 该滚蛋滚哪儿去 好的 太太 我一定叫 我一定叫 陈家嬷嬷 你是 干什么 干什么 臭小 你跑啊 你跑啊 你再跑 你当你跑回老家 我就拿不住你吗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大小姐 我呸 你还有脸喊我大小姐 你这个被主的阿大畜首 大小姐 我求求你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我也是鬼迷心窍 每天有这么多仙气 经过我的手 我也是一丝糊涂 大小姐 你拿着花家的钱去逛窑子 短短一个月就砸了几百罐 那可是我博鱼的赎命钱呢 你和你那个相好 若不把我的钱吐出来 明儿一早 我就把你们送去见棺 顺便把你们的丑事 写成大字 贴进池塘里 你便是死了 也没脸进祖坟 大小姐 我错了 你又找了 你给我拖出去打 打完以后 押去流水街 找那个婆娘要钱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错了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大小姐 夫人 您要去哪儿啊 这已经四更天了 您快睡一会儿吧 我哪儿睡得着啊 还有一屁股的账 没理清楚呢 我不理清楚的话 我哪知道夏明那畜生 吞了老娘多少钱呢 这不熬个三五天 是礼不清的 夫人 这么软了怎么会有人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 我 夏明的账 是大姑娘让你算的吗 不是 是 是我 我 我自己要来的 白日 看见夫人您在院子里哭 您教过我 我想 帮 帮您礼账 忙活了半宿 就算了这几个呀 你这手啊 真的比鸡爪子还要笨 你看 最好 看清楚了吗 以后要是算错了 算差了 还得挨打 你怕不怕 怕的话就别吃这碗饭 你当我是一生下来 就会打这算盘珠子吗 也是打出来的 小时候拖一步挨十下 大冬天这手上全是裂口子 掌都掌不上 到哪天你不挨打了 也就出师了 还不快坐下来 赔我算账 夫人 您有点生汤在干吗 也不急在这一日两日的 您就歇一会儿吧 今天或许是最后一天了 我想清楚了 把这些账算清楚了 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还给侄儿 他不要您管账了吗 捅了这么大的一个娄子 我还哪有脸盖下去啊 难道我还要等他开口 撵我走吗 算了算了 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这天都亮了 回去吧 是 三水 你一宿没睡啊 我熬惯了 没关系的 面秋丫头也陪我熬了一宿 刚刚才回家 回去睡呢 芝儿 对不起 都怪我 当初鬼迷了心窍 早知今日 我就不管这步子了 如果都交给你的话 根本就不会出这么大的娄子 这交给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错呀 你是生意人出身肯定比我更清楚 这做生意最容易的就是亏钱 这人心隔着肚皮 看错人也是难免的 你不怪我 那人那句话你说对了 只多一个人多一份助力 以后啊 咱们家的生意只会越做越大 光靠你和我肯定是不行的 就算你不招人 我也会招几个人 只是要劳烦三夫人 做这个管账的将军 带着大家重逢闲战 谢谢你 谢谢你 没事的 谢谢 你们都是什么人哪 劝我这老婆子做什么呀 老太婆 这儿是齐秀斯 你知道吧 这儿来的人多 能出去的 可没几个 嬷嬷 你之前住在陈家庄 靠卖销石跟做花灯为生 后来发了笔横财 举家迁去了外地 做了个地主婆 我就是个乡下婆子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嬷嬷你就一个独子名叫陈大瑞是不是 我问一句你答一句 若是你想不起来 我就把令郎抓来 把他的肉一刀一刀地刮下来 兴许你就想起来了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陈天九年上元节 凌王府兰院那场火 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 你给我原原本本说个明白 我都是被逼的 我都是被逼的 王妃娘娘 这些是今年装上新制的花灯 今日上元佳节 特来呈给娘娘 王爷可赏过了 王爷和萧妃那里都送了 王爷说 娘娘独居无去 特叫老奴多拿些灯笼来 添些热闹 多谢嬷嬷了 这儿有些赏钱和点心 你都拿去吧 今日佳节 你也早些回去和家人团聚 多谢娘娘 来 小郎君 你这是要去何处啊 这是哪儿啊 我想去花园里关灯 看烟花 看到这儿有许多灯便进来了 这里好像不是花园 没关系 这里离花园很近 你来得及赏烟花 陈嬷嬷 你认得路 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 是 娘娘 那些灯笼都让你动了手脚啊 灯笼里藏的都是消失和木炭 蜡热里喝了安息箱 烧起来 人便会昏昏欲睡 待蜡烛烧到引线上便会炸开来 下到哪里便会烧到哪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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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菲 里面火太大了 不能进去啊 王菲 柔姐姐 不能进啊 王菲 王菲 你不能进啊 王菲 你干嘛 不能进啊 柔姐姐 后面的快点 别甩 柔姐姐 你 我做了错事 今日长命 我没有什么怨言 但是我的儿子他是个无辜的 嬷嬷你真是爱此心切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害死的也是一个母亲 她女儿还在她怀里 你跟先王菲无怨无仇 谁让你做的 我不能说 我说了大人的命就没了 说出来 我保她的命 汐儿回来了 走吧 我早就料到 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我等这一天 等了好久 老大 是被人能充满 他胖子 服快点 你被她赴帽子 我尝尝 好 我尝尝 妞 你不忍衬 谁 快点 还有 快点 少妖當作是自己的孩子 只是 只是你害死了他們的母親 這並不矛盾啊 我說了你可能不相信 我不恨你母親 甚至於我有的時候很想她 那把火著起來的時候我就後悔了 我躲進火裡想要去救她 可是我實在是太大了 柳姐姐把勺藥推給我 她讓我抱著孩子先跑 我抱去勺藥來往前衝的時候 那個柱子就砸了下來 我右手一倒 那柱子砸在我身上 我想起這些對我的好 自我入府以來 只要我喜歡的東西 她都給我了 帶我像親姐妹一樣 她负我手勢拆裙 送我書卷字畫 還有這根簪子 也是她送我的 我一直帶在身上 我一直帶在身上 捨不得摘下來 可惜 我跟她嫁了同一個人 她是明媚正娶 而我呢 一頂小轎 悄悄抬進了側門 只因為我的父親想要攀附王爺 你也想要到他 那他給我 你幾乎 我還在嗎 你幾乎 我自己再去 我都要去 你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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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終於 容婧婧一点都没有怪我 她对我一如既往 她本不该死 像她这样的人 本应该一世平安 长寿白头 都怪她的好父亲 好兄长 为什么要谋划 有这样一个 拂袖谋反 抄家灭祖的王妃 王爷 是会被逼上绝路的 只要她一日是王妃 王爷就一日寝食难安 辗转反侧 即便她从此远离朝廷 隐居到深山野林 管家也不会放过她 王爷本就心软 她不会修了柔姐姐 更不会杀了她 那么 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做 只要她死了 王爷就安全了 反正容姐姐 她也不喜欢王爷 她不稀罕跟她死后 同灵同葬 那么就让给我吧 让我来做这个王妃 让我跟王爷 生同情 死同葬 我对不起柔姐姐 我对不起柔姐姐 对不起你和少阳 此生 我也负了王爷 我不能跟她白手了 不吵了王爷 你们这么说 你太早了 今年的他 说个眼罢 我 哥哥他怎么突然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你哥哥一定是去忙别的事情了 忙完就回来了 你 刚才路过的时候好像看见那个小池子了 你躲什么 他不想见到我 上次还让我走 你眼花了吧 我怎么没看见 阿娜 夫人 姑奶奶来了 显儿又来了 走 咱们去迎一迎她 不是二姑奶奶 是 是大姑奶奶来了 直搬这老夫人的屋子就去了 我一宿没睡 眼睛直冒金星 大嫂 二嫂 还是你们去吧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这太阳打稀巴出来了 三嫂 我就没见你怕过谁 怎么花镜一来 你就头晕眼花地装病呢 我下金额怕过谁啊 她花镜三头六臂啊 只不过是癞蛤蟆落脚面上 屠子恶心罢了 依我看啊 你们两个也别去 耳朵一鼓 只当不知 眼不见 心不烦 母亲 瞧瞧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来便来了 何必破费 母亲 这点子钱还是花得起的 这茶呀 您尝尝 是程祖托人特意从建州带来 孝敬您的 她孝敬我的 近日她对你如何 程祖家里人多事多 脾气自然也就大了些 不过对我是不错的 只不过你儿想着 现在年纪也大了 这些年也只给程祖生了号儿 这么一个儿子 是时候该给他找一个年轻贴心 知冷知热的 多少也能替我分担这些 说不定程祖一高兴 脾气也就好了呢 他们家小妾还少吗 说到底也都不是自己人 哪能捅我一条心啊 母亲 我想向您讨个人 不行 母亲 我这还没说是谁呢 您身边这些丫鬟啊 我一个都不要 我要服东那丫头 听说有一手好厨艺 前几日程祖在铺子里见过她 说是人长得精神 干活也麻利 我想着 若是 想都别想 母亲 您何必一口咬死 只不过是一个丫鬟而已啊 那是纸丫头房里的人 母亲 我当是什么事呢 您老啊 现在还健在 这家里大事小事 哪个您做不了主啊 您就把服东那丫头给了我 也随了承祖的意 这样 女儿日后 日子还能好过一些 母亲 你竟然想着 把侄女房里的丫鬟 送给你的夫君做小妾 如此荒唐的事 你也想得出 不过是一个丫鬟而已 几十罐钱买来的我还嫌贵 您还不舍得给了 说来说去啊 您如今就是偏腾花纸 不将我这个女儿放在心上罢了 我若不将你放在心上 你每次来信 何曾落空过 我那提起钱都补给谁了 那有几个钱 我还不是照样被承祖打 我大老远过来问您要个奴婢 您都不舍得给我 还跟我谈什么体虚啊 我看您今日啊 是想让我回去再爱一顿好的 她只是弯我的心 大姑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 老夫人一心挂念着您 想着你从小身体不好 对你疼爱有加 你也少说两句吧 我为谁受得苦 我还不是为了花家 若不是花家倒了事 我能被他宋家一家老小 欺负到头上来 现在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啊 是花家连累你了是吗 你自幼不缺持穿用度 享受花家尊荣 如今就该受花家之苦 咱们受难的时候 何曾有一分连累他 我是不是嘱咐家人 不去打扰他 我是 这如今刚进城几天 你就跑回来又要钱又要人 母亲 你好狠的心哪 你现在竟然说到像 我不是东西一样 怕了 我现在就回宋家 就算被打死 也是我活干 别动 老夫人 你别动气啊 老夫人 老夫人 你千万别动气啊 我怎么受过这么一个 老夫人 大姑奶奶怎么来了 姑母 为出嫁的姑娘就是好呀 连身边的丫鬟都成宝宝 我这个外嫁女 竟成了草了 姑母何处死了 我倒要看她 你能风光到锦时 大姑奶奶 我家姑娘哪得罪 你那说话这么难听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呢 你家主子没教你什么是规矩吗 花家是讲理的地方 你不能在这儿打人 什么玩意 四婶 小少妖 你回来得正好 快去给老夫人逗逗乐子 大姑奶奶回来一趟 老夫人饭也不吃了 我这就去 我也去看看 池儿 你就别去了 说起来今儿这事还与你有关呢 我 老夫人 老夫人从前那样疼大姑奶奶 在家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去了宋家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可是自打咱们花家出了事 就变成现在这样 自小被我当眼珠子似的 躺着护着 本就比别人娇丑 宋家门地不高 他偏要嫁 我就想 陪着山一样的嫁妆 便是看在花家的官位上 也不敢给他弃手 大姑子应该也有他的难处吧 我猜想 是不是因为咱们家的事 他受了连累 在那宋家那些轴隶啊 姨娘面前抬不起头来 才会想了这么一个法子呢 可他这也是自讨苦吃啊 即便福东真嫁了去 那宋陈祖只会对他更另眼相待了 泰姆 喂 于昂 少要回来了 泰姆 我给你带了新出炉的糖炒栗子 还热乎他 来 别烫着你 我给你拨 小心 别烫着啊 好吃 好吃 甜 好吃 你也吃啊 这儿得带新出炉的 大姑奶奶真是不管你死活 就他们两口子那脾性 福东若是真去当姨娘 那还不得被他们拔掉一层皮呀 福东 姑娘 我都听说了 我说是宋家的姨娘 就是宋家的镇头娘子 就是宋家的镇头娘子 我也不做 不黄一秋天 不老一炷茶 天落水 鸟吃虫 记忆又飞 心血未灌 心里未改 茶叶或粗茧 滋味 滋味乃春天 啊 啊 明前夕 才少许 啊 啊 公平川南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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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未干 茶叶或粗间 似为那春天 啊 明前喜才少许 啊 公平转满满 啊 明前喜才少许 啊 公平转满满